肖战辟谣天价片酬 两部 据共计只拿1200万 比想象中差太多最近 多家媒体纷纷就肖战的片酬问题进行了报道 试图澄清肖战是否真的拿到了所谓的天价片酬 因为一些人过于刻板地认为 像肖战这样备受欢迎的演员 自然要获得高昂的片酬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曝光的消息显示 肖战主演的热门电视剧 《梦中的那片海河骄阳伴我两部作品》 共计片酬仅为1200万元 这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然而 要明白肖战本身就是作品质量的保证 他一直能够为电视剧带来稳定的收视率和高度的热度 据悉 网上曝光的肖战的片酬 并不像一些传闻中的天价那样高昂 甚至可以说相当低 令许多人难以置信 肖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河骄阳伴我两部电视剧》 仅获得了1200万元的片酬 与他的名气影响力实力和号召力相比 这显然相差甚远 即使在电视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 肖战的作品仍然能够脱颖而出 赚得盆满钵满 因此深受投资者的信任 这也意味着肖战完全有资格获得更高的片酬 但实际上 他的片酬远低于人们的想象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似乎并不太关心肖战的片酬具体数字 因为这并不是官方消息 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 然而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肖战愿意降低片酬来参业优质集 特别是像娇阳伴我这样具有深刻意义的剧本 在之前的研讨会上 肖战因为这一举动曾受到表扬 总之 让我们祝愿肖战一切顺利 肖战是一位杰出的实力派演员 他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而金钱利益并不是他考虑的首要因素 作为一名演员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好剧本和角色 肖战不仅是出色的演员 还是一位传播正能量的偶像 让我们衷心祝愿他一切顺利